救護車直接開進高捷北機場 22號下午4點多 一名研究人員倒在地上 移動也不動 現場沒有呼吸心跳 一旁同仁嚇得不知所措 因為受傷的43歲研究員工 疑似觸電昏迷歐卡 右手腕一處傷口 送一急救 神明不穩 勞工局勘察 懷疑電燈電源損壞 造成漏電意外 初步判定是 他們一般燈具的電源線損壞 所以造成漏電 可以儲3萬到30萬元的罰款 另外一名高姓婦人19號 遭觸電樁葉克摩住家戶病房 於死身拔合三天 22號晚上宣告不治 電機即時工會鑑定後表示 前年5月因為地下纜線故障 採架空線供電 但承包商沒將原地下纜線抽離 而吊起事故路燈燈桿 發現原路燈基座的廢棄 地下纜線有多處短路燒焦現象 那是一條人命 你目前覺得他們的處理態度怎麼樣 這個不以致平 婦人遭觸電因為賠了命 現在死亡原因 真相大白家屬不排除 要對市府提出國賠 替枉死的家人討回公道 記者黃遜紅婦人高雄 採訪報導